嘿,我是手受傷還沒好的MV-MatchBear 今天要開箱的呢 那我們就來把它打開吧 Gate and the order AutoBuy 它的造型做得不錯 它的盒繪還蠻漂亮的 會買這個呢,是因為它裡面啊 就是之前買死亡跟Gate的時候沒有送的那個 手啊跟武器的配件啊 都附在這一盒裡面 超騙錢的 可是都已經被騙了兩隻了 這隻也就是一定要買下來 這隻AutoBuy好大台 我很少買AutoBuy的東西 我之前上一隻買的AutoBuy是 蝙蝠俠的AutoBuy 其他東西先不要看 我們先來看一下這台AutoBuy的本體好了 這台AutoBuy的本體 車頭這裡是可以動的 這個標誌 石王的標誌這裡上的還不錯 細節的地方都有做到 畢竟這隻貴三三 這個地方做到我也覺得還蠻正常的 這裡還不錯耶 它的避震 跟蝙蝠俠一樣 它的輪子這裡有避震 這裡呢 最重要的是腳架 這個最重要的腳架 要不然車子就立不住了 立住了可以 可以立得起來的 細節做得還不錯耶 該有的都有 雖然這台好像沒有儀錶板 也對阿 野狼為什麼會有儀錶板 哇糟糕 這台東西打開來就是這樣子 也沒什麼好介紹 就除了上色 還有造型還不錯 然後車頭跟皮鎮以外 沒什麼好介紹的 它這一塊 剛剛我沒看到的 這裡有一個支架 支架差哪裡 它這個支架呢 是打在這上面的 然後可以拿腳架來固定住 然後就可以做一些特效阿 特殊動作阿 浮空阿之類的 它裡面真的太多這種透明的小零件了 要駕駛摩托車用的透明小零件 這個是拿來駕駛後輪的 因為後輪會保洞 就這樣可以固定起來 這樣就可以不用腳架了 欸對啊 拿來拍照還不錯 因為是立直的 立成直的這樣拍照比較好辦 然後它裡面附了 死亡的武器 這把武器上色上的還蠻認真的 不過背面這也是圈黑的 這好像跟劇中的造型是一樣的 然後它還有這一把 這一把也是死亡的武器 槍 這把是Gaze的弓 我真的覺得 假命騎士應該是說萬代吧 萬代的 它的那個紅色漆都很美 他們很會上紅色的漆 其他顏色的漆 有的時候會很悲劇 不過他們的紅色漆每次看都很美 沒有問題 死亡的武器怎麼背面全部都是黑的啊 不知道欸 他們的武器怎麼背面全部都沒有顏色 劇中就這樣子嗎 我也沒有特別太研究 然後他們在裡面附了一些 Gaze還好失望就是 騎車啊 拿武器的手 我們先讓Gaze來坐上車子看看好了 好吧 我擺到最後 就只能擺出這種奇怪的姿勢來了 我真的很不會玩摩托車欸 假命騎士 騎摩托車很帥怎麼被我弄成這樣 沒關係 不要在鏡頭前面這樣擺那麼久的姿勢了 因為 再擺下去 我可能這影片會擺很長 不過等一下會想辦法就是 擺出一些比較能夠看的姿勢 跟我喜歡的姿勢 就來看一下我的旋轉台吧 第一次在照片 我看到那影片會刮到 今天的食王摩托車以及武器配件還喜歡嗎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請記得幫我訂閱按讚以及分享出去 那有什麼想要跟我留言啊想跟我聊聊天的都可以在下面留言給我喔 那我們下次見掰掰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